对于单立文,你可能不认识,在他的照片,你肯定就知道了,老司机看过来,圈中鼎鼎流名的西门庆扮演者,也可以说是御用西门庆语言, 他在电影中,散发的那种渣男气质,真些让人难以忘记,潘金莲之前是金生,金平凤月,少女潘金莲,还有1996年版金平梅的电视连续剧,善立文在90年代的演艺生涯,几乎都是靠西门庆这个角色成名,但,成也西门庆扮演西门庆,对于善立文这个演技超班的实力派艺人,被西门庆这个角色限制了戏路, 导致现实他一直作为TVB部头合约议员,也出演了很多TVB绑制作品都显有人知,但作为西门庆扮演者,善立文就可不像电影中那么渣,反而是时下香港娱乐圈中的好好丈夫,真意男人,这就是所谓的一个人也多了尖角,但在圈外却是好好人一个,善立文毫无疑问就是这么一个例子, 他和TVB美女花旦胡贝卫相爱整整21年,奏年恋爱了11年,结婚后已经走过了10年,婚后的生活过得比谁都潇洒,而且从来没有传出任何的负面新闻, 胡贝卫,香港的女歌手、演员,现实更多是在担任主持人的工作,同样作为TVB美女花旦之一,早前热播的夸世代TVB台庆之中,她饰演上家大小姐,有印象吗? 下图就是夸世代上家妻姐妹,胡贝卫饰演大小姐,同时也是TVB胡说八道姐妹会的成员,也是大家姐,有胡姓儿,胡定心,姚子宁,黄志文,李诗化,对于胡贝卫和善立文,圈中一般都是叫报哥,报嫂,1996年,善立文和胡贝卫开始交往,在2008年结婚,两人一直都是奉称自由恋爱, 对于感情是一直都是抱着理解和宽容的态度,两人走过21年的感情路,胡贝卫日前在接受访问的时候,被问到两人婚因为何如此成功,她表示一切都是因为善立文,在婚后一直都很迁就她,给到她200%的自由,虽然胡贝卫这么受善立文宠爱,但在1996年两人开始交往之前,还是胡贝卫主动追的善立文, 然后两个人慢慢就产生了互相倾慕的情愫,最终奉入了婚姻的殿堂